五脏最怕赌,肝赌多辟,肺赌多谈,皮赌多失,教你一招打通,各种欲赌。 你知道吗,五脏最怕的就是赌,因为当气血今夜运行赌注时, 各种病症也就找上门了,就比如肝赌多辟,肺赌多谈,皮赌多失。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三句话的意思, 首先肝赌多辟,肝主管这气肌运行,如果气肌运行淤结受赌时, 那体内的气肌就容易赌在一处,然后人就容易出现胸闷身体两侧发胀, 或者是腐胀的情况,总之就是感觉身体里有股气窜来窜去, 这气窜来窜去就是为了找出口出去,所以这时你的辟就多, 开始频繁放屁或者是大阁,加上肝煮情质,所以肝赌不光多屁, 脾气还会暴躁易怒,爱发火。 这种调理就得输肝理气为主,可以多用柴壶俯手煮水喝, 也可以参考中程药柴壶输肝丸,或者你甘于克脾影响到脾胃的功能了, 还出现了食欲下降,不想吃饭,稍微吃点就腐胀腐痛,胸闷,爱气大阁, 甚至是恶心想吐,以及大便食不食,吸软不成形等情况时, 就需要输肝健脾理气为主,可以参考输肝健脾玩。 其次,肺赌多痰。 肺气是需要正常宣发速降,来运化水湿,疏布金叶的, 那如果外界寒湿清晰,导致肺气肌堵质, 不能正常宣降,金叶不布,水液停聚后, 就会形成痰湿堆积在肺里, 那你就会出现痰多,总是咳痰,吐痰等情况, 而且痰颜色白,黏腻,但容易咳出来, 以及胸闷,喘气,头痛,四肢酸痛, 以及鼻子不透气等情况, 这时就需要疏通肺气,结表散寒, 可以参考个通宣理肺丸, 最后,皮肚多湿,皮主运化, 可以运化我们体内的水湿, 如果说因为某些原因,皮肚了, 不能正常运化水湿了, 那体内湿气就会狙击, 这时你就会经常感觉脑袋发蒙, 头昏昏沉沉的,尤其是早上醒来那会儿, 头上好像裹了个湿毛巾一样, 平时精神差,四肢困重,不想动, 而且嘴里发淡或者黏腻, 经常不想吃饭,就算吃也吃一点, 另外大便总是吸软不成形, 粘在马桶上,很难冲干净, 舌头伸出来舌苔滑腻, 两边齿痕重, 像这种的就得健脾趋势为主, 可以参考森林白柱伞, 如果后期失聚成痰, 你还开始出现咳痰痰多, 胸闷,恶心,想吐等情况时, 那就需要健脾趋势化痰为主, 可以参考个二成文,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, 如果身体不适, 请及时线下就医, 我们下期再见。